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歡迎繼續回到《要財財經》台的直播環節 來到這一節就是即時攻略 大家好 我是謝美琦 和大家先跟進大小方面表現 看到300指數暫時是改變發展的 五大比較雜幅上落 上正升兩點 最新報在3,004點 深淨城指跌20點 最新報在1,0370點 至於河深300指數就靠穩升5點報3,238點 創業版指跌3點報在2,099點 見到港股方面情況就是升150點 行之最新報22,730點 國企指數升117點報9540點 至於大股成交方面就是在441億多 今早內地方面除了公佈了三頭馬車方面的數字之外 公佈了一些發電量方面的情況 看看情況似乎又不錯 內地方面升了7.2% 先問電力股方面的情況 暫時來說都是靠穩 不過先和大家跟進相關數據方面的最新情況 請來我們的分析員談談相關的數字 就是有我們的分析員譚士樂在這裡 Anna 你好 Anna 你好 看7月整個全國的發電量就有5506億千瓦時 同比來說增長了2.7% 比在6月方面的情況就已經有所增長的了 情況似乎轉好 看看新頭馬車方面的數字就差過預期 亦都是有一個放緩的情況 內地方面的經濟狀況其實都可以從發電量方面去看 似乎會不會說工業方面的情況又樂觀一點 其實看回工業狀況 其實是由在7月份的時間 公佈完全國的製造業PMI數據之後 都看到整個製造業始終是有個明顯好轉錯的跡象 都受惠內地各種的政策扶持等等 所以這個剛剛最新出來的7月份的發電量數據做好一點 這個都可以說是預料之內的 但是我想你看到 除了說發電量之外 今次出來的經濟數據反而大家最關注就是在7月份 三大馬車即是說工業製造 或者社會零售或者是說顧透方面 這個表現仍然非常弱 其實都反映著內地的經濟效能壓力 都仍然相對比較大的 所以我想現階段只是單看7月份的發電量 很難足以令市場相信內地的經濟真的走出困局 甚至現時市場仍然在擔心內地的經濟 會有下行的風險在 而內地的經濟下行的風險面臨比較大 這些電力股短期後市來說都未必會有運行 但當然我看見今天的情況就是這些數據出來之後 普遍來說不是太理想 但市場都沒有非常悲觀 最主要是預料美俄來說 會陸續有些扶持的政策出來 甚至市場不見到 在三個數據當中 股頭做得相對比較差 但大家都預料在今年的第三、第四季開始 內地在股頭方面的力度 開始會加大 而且都見到一些房地產的股頭方面的表現 都開始有些迴亂的跡象在 所以實際上經濟數據 即使是差也好 現階段市場的看法 都仍然相對比較樂觀 所以我想短期後市來說 其實我相信現階段的氣氛 仍然相對比較良好的情況下 我相信無論是電力股或者股市也好 即使基本因素不是太理想 短期後市的表現也未必會太差 是的 從原數據看整個環工經濟情況之後 跟大家一起看看電力股的板塊 跟大家先跟進這個板塊的最新表現 看到數據出現之後 刺激到整個板塊都向上 看到華雲電力方面 現時現在這刻就升3% 最新是做13.02元 華能國電升超過2% 至於華電國際方面 就升幅超過2.6% 補3.82元 中國電力也升超過2.5% 做3.02元 大唐發電升超過1% 做2.07元 安娜和你談到這個板塊的情況 看到整個板塊受到相關的消息刺激 但其實他們做得好 接下來都公佈業績 會不會在數據經濟數據裡面 反映他們公佈的中期業績 可能有些驚喜 最新的發電量數據 都是7月份的市 在業績上不會反映到 但我想看回這些電力股暫時來說 短期後市有機會做回技術反彈 但前景上我看得仍然相對比較悲觀 其實留意這些電力股 年初至今今年的表現明顯地跑輸了大肆 大肆現階段都叫做暗年 由年初至今叫做有得升 但說這些電力板塊 雖然近期來說由低位 有部份反彈了不少 但是 如果你看回年初至今的表現 普遍都說 其實由年初至今來說 都跌了一成至到 甚至有些跌了差不多接近三四成 表現那麼疲弱 最主要是市場預料 特別是傳統電力股 火電方面的發電 整體表現不會太理想 即使現在要全國社會的用電 回復穩定的增長 最主要的增長動力 都是來自新能源為主 因為你見到今年上半年 風力發電 或者光復發電等等 都有一個不錯的雙位數字表現 相對來說 這些火電股 隨著國策減排等等 這些相關的措施在這裡 預料很難會有一個很大的增長 甚至今年有明確的目標 就是在這個供給質改革的過程當中 很多相關 內地不扶持的行業上面 都嚴禁它們有新增產能 所以預料回到未來來說 火電的新增裝機容量 都預料是比較微微 甚至可能是沒有增長的 所以面對著挑戰仍然比較大 大家都仍然憂慮 未來火電價格會有機會下跌 甚至近期比較關注 就是煤炭價格 一旦反彈起來 對它們的盈利來講 可能會構成衝擊 所以原來今次份業績上 未必反映這個因素上 但隨著近一個月來 煤炭價格真的開始見到 明顯反彈的跡象 在下半年來的業績上 會因為煤炭價格的反彈 而有所憂慮 大家都比較關注這個因素上 所以現在的焦點 未必會集中在業績上 不然擔心 如果煤炭價格真的見到 持續反彈的話 這一眾的電力股 短期後市來說 我覺得它的看法 仍然是比較深深的 過程方面 相信都會偏向 一些可在生能源方面 一些發電方面的相關板塊 因為國家能源方面 正在編寫135 能源方面的電力規劃 張仲也要注重 調整整個電力架構 優化電源方面的分佈 升級配電網等等 至於比起傳統的火電版法 剛才你提到 好像風力火電 風力發電 會否將來 迎接一個更長的聲浪 其實新能源 政策層面上 相對比較受惠 但是始終炒作的故事不同 你說一些火電股 過去幾年營利能力 真的表現非常之強 最主要受惠煤炭價格下跌 但是現階段 除了煤炭價格反彈 火電價格又有機會被下跌 內地的經濟下行等等 這些相關的問題在 他們都有個轉了弱勢的跡象 其實新能源 政策層面雖然是受扶持 但是在勢頭上 炒作的故事都跟以前大往不同 始終在過去來說 風電也好 光復發電也好 一直以來都受到割測的扶持 新裝機容量一直維持著 一個很高的增長速度 但是 像風電行業一樣 已經公佈了 上半年氣風率高達20%以上 都見到 這個問題非常之嚴重 所以 預料未來這段時間來講 新增的風電裝機容量 亦都不會有所增加 但是 這個過程當中都會意味著 即使風電行業受到割測扶持 都好 很難會維持一個高增長速度 但是這個版塊 我覺得相對地可以看好一點 一些新能源概念股 最主要就是 經過一輪的調整之後 他們的股值現階段 都落到一個比較低的水平 之前提及到很多利淡因素 反而他們可能相對地 已經反映了一大部分 未來來說 各測上不會有太大的衝勁在 但是值得留意 這些新能源股 普遍來說都是高負債的 比如來說 隨著他們去削債 或者去槓桿等等 這些過程都持續進行中 會不會有機會 令到他們的盈利能力有所回升 這個會有一定的衝勁在 所以我覺得短期後市來說 如果真的要接駁這些能源股 這些新能源的股份 我覺得相對地的直播率 會相對地比較吸引 是的 看看剛才看到 就是風景方面的情況 其中一隻 就是華能新能源 編合9500 都公佈了他們的中期業績 暫時來說 情況又不算太差 我升了就是 升了就是 5成9的一個 中期的賺多了 就是這個 5成9 去到就是18.07億元人民幣 但是看到股價方面 有什麼太大的變化 現在正在做兩個路 大概是大數來講 未如理想 還是接下來還有其他重貨的空間 其實最簡單的原因 就是華能新能源 就一早發了營起 這次他們出到業績 營利數字升了5成9 都是在預期之內 所以不會因為這個消息 突然刺激到股價上升 值得留意華能新能源 其實對他們業績上面 整體營運數字表現是不錯 但是暫時看到一個驚喜 就是他們發營起最主要講到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封電 裝機容量有個上升 令到整體發電量上升 這方面在他們每月的營運報告上面 都一直有講出來 這方面大家市場都不會說到驚訝 第二方面他們講到 營利能力上升 最主要削減的財務數字 或者是整體營營 負債水平下跌 因此而可以令到他們的股價 營營力採線 這個因素 在業績上暫時還未見到 因為你看他們今年去到2016年的 6月尾那段時間計 負債水平仍然是偏高的 所以短期來說 這個股份都可能會 仍然受到高負債 這些相關因素所拖累 但是值得留意就是 中期後市的看法 華人生兩月我都看得比較正面 因為你看說 雖然現階段到這一刻為止 他們的負債水平仍然是偏高 但是這份業績上面 都見到他們的資本開支 按年來講是減少了50% 正如之前所講的 未來這一兩年來講 相信封電行業的裝機容量 不會好像過去幾年那麼高 所以他們的資本開支 都有機會從高位回落 這方面會帶來一個好處 就是 若果保持著風發電量 有一個穩定的增長 公司的營運能力 應該會有條件改善 再加上下半年來講 在各賊層面上 有些補貼相關的政策 公司的現金流 應該或是會有條件去進一步改善 從而帶動他們未來的業績 逐步逐步負債由高位回落 一旦見到從高位回落 相信對公司來講 省出的利息開支等等 有一個很大的正面幫助 所謂盈利能力 仍然有條件提高 所以華倫新能源 後市 即使業績未能造成一個刺激 這些位置都不妨可以做部署 如果從圖表走勢上面看 2.6這些位置 我覺得可以去買 以短期後市來說 短炒角度 以2.4這些位置作為止施位 不穿2.4 後市目標暫時 第一個可以先看3元 或者3.1這些位置 好 清晰 麻煩你詳細分析 這節時間差不多 和你做新報 提及股份有沒有哪隻持有 我沒有持有的 好 我們先休息一會 待會回來繼續有其他直播的環節